哄 万道金莲之下 混沌气激荡 乃是一道又一道时空裂痕 像是一个时空涌道 通往另一个未知的世界 未来已被封锁 过去无法回首 能够着眼之处 只有现在 祖神凝视着时空裂痕 天师 你真能到帮我吗 九百六十四 我的弟子是盘古 老板 查到了 元宝汉如金语 气喘吁吁 是那一个疯子 笨蛋 也许笑骂道 能不能装得像一点 老板 是真的 元宝心头咯噔一声 莫非是我从前装得太过火 叶旭懒得拆穿塔 老疯子虽然不着调 但悟性与心性皆是绝顶 在昆仑之中 能参悟出惊天动地的法门 倒也不是不可能 刷 一道流光降落在天机阁 盘瑶时机而上 功声道 徒孙盘瑶 求见师公 徒孙 这一瞬间 封道人 宁无道和西西猛然驻足 难以置信地看着盘瑶 并非叶旭的实力 不足以当盘瑶师公 而是盘瑶出身自盘古遗族 与私命古神 祭武古神等先天神圣 也属于一个辈分的顶尖强者 盘古也是阁主的徒弟 风道人心道 阁主牛逼 叶旭也猛了 老板 那人是盘古遗族的组长 元宝悄悄道 此人是盘古的精气眼化 算是盘古的血脉 我是他的师公 叶旭茫然 哼 元宝愤愤道 私命古神都能认爹 有人认师公也不足为奇 叶旭摇头 盘古的存在时间 是在他的第一世 作为盘古后人 与叶旭无冤无仇 没有必要编造谎话 进来吧 声音响起 盘瑶四人走入天机阁 阁主 师尊 风道人三人见礼道 老疯子 不得了了 叶旭细血道 今是书一成 你的修行之路 就是一条康庄大道 现在的你 能在一天行面前扬眉吐气了 嘿嘿 风道人笑得合不拢嘴 托阁主的福 那你不得表示一下 叶旭似笑非笑 风道人的笑容瞬间凝固 阁主 您就算不提 我也会孝敬您 风道人大手一挥 从昆仑须得到的宝物 统统飞出子府 这一点东西 就想看我的脑子 叶旭撇撇嘴 老疯子 你不行啊 风道人闭嘴 师尊 一别多日 弟子也给您带了礼物 宁无道公声道 你们两个的东西 我还没脸要 叶旭淡淡道 收起来 谢谢前辈 细细长出一口气 可算是逃过一劫 师公 盘腰满脸笑容 从袖子里拿出一副棋盘 道 许久未见 这一口无香之宝 是徒孙孝敬您老人家的 六个纪元了 叶旭眼神沧桑 遥想当年 师公如折仙 降临神话世界 教化众生 盘腰道 父神正是在师公的教导下 开天辟地 孕育出神话世界 这是您以天地精华 练成的开天神府 哼 盘腰古荡法力 一柄缭绕着混沌道文的神府 飞向叶旭 开天神府沉重无比 纵使是天机阁的时空 都难以承受 发出咔咔声音 元宝嘴角止不住口水 老板 我来给你验货 他扑向开天神府 爬 叶旭一脚踹飞元宝 目光落在开天神府上 石海深处 泛起朵朵记忆浪花 眼神也有了几分触动 他一手握住神府 嗡 刹那间 记忆浪花破灭 碎裂成无数幅画面 混沌未辟 世界枯迹 不知是何时 一个浑身散发着腐朽气息的少年 抱着一具金冠 从未知之地 踏入了神话世界 他身上流淌着坏血 滴落在神话世界深处 化为一方黑渊 他漫无目的地流浪 某一天 一只澄澈的眼眸睁开 眼里的光芒 照在了少年身上 是你了 少年咧嘴笑道 他念念有词 那是一种无比晦涩的语言 不存在于神话世界 哪怕是夜叙 也像是在听天书一样 没过多久 那一只眼眸的主人 变得越来越强大 他拥有了法力 掌握了呼风唤雨的神通 越来越强大 世界依旧昏暗 老师 这世界 怎么总是一成不变 巨人问道 改变是要付出代价的 少年笑道 他的腐朽气息越来越重 已经慢慢影响到了世间一切 又过了一段时间 少年身边 多出一个娇小身影 是一位黑发少女 他总是跟在少年背后 注视着少年单薄销瘦的背影 似乎仅仅是 看着他的背影 就已经很满足 我的肉身快要死了 这一股力量 不能存在于世上 少年用尽一切手段 将腐朽之力封入了金关 他在金关上 勾勒出一幅神像 谈 这一个世界 尚在孕育之中 少年道 想要完成我的计划 需得需要更多的生灵 更多的资源 那要怎么办 巨人不解道 开天辟地 造化众生 少年严肃道 但是 完成这一切后 你会暂时死去 甚至是永远死去 老师 开天辟地后 世界是不是会改变 巨人憧憬道 是不是会 与您描述的世界一样 或许吧 少年悠悠道 他探手一握 天地大道 本源万法 被他柔和在掌心 凝聚成一柄神光璀璨 锋芒毕露的神府 这是我能留给你的最后一物 巨人接下神府 这一段时间 这一句肉身的记忆 我会将之风 存于神府之中 第九是 带着神府来天机阁 少年叮嘱道 老师 我一定会来的 巨人立下了承诺 玄弱 少年声音虚弱 望向了黑发少女 黑发少女像是知道了 少年的情况 眼中蕴藏着深深不舍 无须悲伤 少年轻抚少女的脸颊 我与逆天行 这一切都是我必经的结束 只不过 终究还是我赢了 嗨嗨嗨 他剧烈咳嗽 天也奈何不得我 他的眸子里 金芒璀璨 四回光返照 少女反手握住他的手 贴在脸上 肌肤渐渐冰冷 少年的身体在湿温 这一句金冠 是我的未来 我不在的时间 你好好守护金冠 少年目中蕴藏着柔情 等着我 他渐渐合上了眼睛 那一具腐朽的肉身 漂浮在了浩瀚无垠的混沌之中 哼 不知道多久后 一道辅光劈开了天地 阴阳交感 大道共鸣 氢气上升 浊气下沉 天地万物萌芽 嗡 地动天青之际 一株小树苗 飘到了一具腐朽的肉身上 根须没入了肉体 借助腐朽的尸身力量 茁壮成长 少情 又有一个贼头贼脑的身影 追逐而至 好浓郁的生命精气 我的了 漫长岁月过去 他从幼童 蜕边为了一代骨神 那具腐朽肉身的力量 已经无法再为他提供帮助 没用了 砰 私命骨神 一脚踹飞了肉身 落入凡间 干枯的肉身 落在一株桃树旁边 一天 两天 桃树窃取了一丝精气 诞生出了灵质 根须也寄宿在了肉身上 渐渐吸干了最后的一缕力量 咔嚓 终于 肉身化作了白骨 白骨化为了飞灰 不复存在 965你不够格 老板 元宝轻声呼唤 叶续似是失神了 一动不动 叶续扭头 道 我没事 这一段经历 就是第一世封存的记忆吧 叶续心头泥南 强大如盘古 第一尊觉醒灵质的神圣 亦是在他的教导下 一步步成长 至于玄弱 更是跟随着他的步伐 玄弱 叶续的记忆深处 那一道倩影越来越清晰 这几个纪元 着实是苦了你了 否则一切的发展 不会如此顺利 而太后 祖神 不过是他一世生命中的过客 私命 叶续眸子微冷 盗取了肉身精气也罢了 但他竟敢侮辱自己 第一世的肉身 是可忍孰不可忍 只不过 叶续并未立即清算他 他有的是时候 他将开天神府交还盘瑶 道 他终究是失约了 盘瑶面色悲痛 盘古开天 需要的力量何其庞大 承受的反噬 又何其可怕 先祖终究没有达到那一步 盘瑶苦笑道 若是踏出了那一步 或许能在开天之后活下来 但世上没有如果 昔日 我与盘有约 你是他的精气凝聚 也算得上是他的后人 叶续缓缓道 这一世 便追随我吧 他的语气不容置疑 兮兮 风道人神色微动 曾经的叶续 虽然霸道 但言辞之间 依旧是透露着一股青涩之感 但这一刻 叶续古井无波 似乎一个洞察一切的天人 举手投足 充斥着令人无法抗拒的威严 这一种改变 无声无息 或许 叶续也没有察觉到 弟子愿为施工 安前马后 盘瑶半跪在地上 他本来就与玄弱是一个阵营 没有诞生时 就已经注定 所以他没有一丝犹豫 风道人目光闪烁 既无古神 大黑天邪神 私命古神和太后等人 都已臣服叶续 而经盘古遗族归附 神话世界 已经是叶续的囊中物 起来吧 叶续淡淡道 是 盘瑶起身 陈寅几夕后 又沉生道 施工 弟子这一次入阁 除了完成先祖与您的约定 还有一事 关乎到祖神 说吧 祖神 让弟子代为询问一个问题 盘瑶神色犹疑 犹豫再三 道 施工 你为何会坠入神话世界 这一个问题 盘瑶也极为好奇 毕竟 叶续本身便是天下无敌 又能打造出神话世界的天道 让元宝拥有不逊于色祖神的力量 从而开启九世布局 风道人眼珠不停转动 立即竖起耳朵 叶续笑了 但他的笑容 落在众人的眼中 却有几分不寒而栗 祖神 他够格吗 叶续目光漠然 轰隆 他念头一动 骤然之间 只见天机阁时空变幻 一个时空黑洞孕育而成 另一头便是微微昆仑 无尽群山 一座天宫 渐渐显化于黑洞之中 刷 此刻 闭目盘坐的祖神 猛然睁开眼睛 眼神深处 闪过浓浓恐惧 慌忙起身 向时空黑洞参拜 晚辈昆仑祖神 拜见天师 祖神诚惶诚恐 还要我开口请你吗 也许眉头微挑 晚辈不敢 祖神一步跨入时空黑洞 穿越了无尽虚空 降临天机阁 他的目光瞥向盘窑 似乎在询问 盘窑轻轻摇头 祖神一颗心 坠坠不安 这一条大腿 一定要报警了 风道人心道 他可不在乎面子 毕竟 在盘古宇宙 身为绝顶高手的他 就做得出四处劫掠之事 于他而言 实惠最重要 面子值几个钱 时隔六个纪元 在见天师 小小礼物 不成敬意 他灵机一动 立刻催动法力 只见一方金币飞出 金币上 道文交织 孕育着一种种本源 足足有188道本源 无相天币 盘窑目光一动 这可是凝聚天地精华而生的至宝 哪怕是他 也能借助无相天币来修炼 价值连城 元宝看着金币直流口水 这方金币 也就相当于一口无相 道尽三十六重的法宝 祖神笑了笑 希望天师不要嫌弃 叶旭微微点头 十分满意 so 他一挥袖 无相天币便落入他的袖中 道友 请坐吧 叶旭笑道 兮兮 凤茶 兮兮立即回归老本行 多谢天师 祖神如蒙大赦 乖乖坐下 望向叶旭问道 天师 这一世 天机阁主 叶旭道 今后不必称天师 就叫阁主吧 是 阁主 祖神汉手道 不知阁主能否替晚辈解惑 道友 并非是我小看你 叶旭神色淡然道 我身上的秘密 你还不够资格知道 盘瑶入阁 带来开天神府 也让他得到了第一事 坠入神话世界的记忆 但是 神话世界之前的记忆 他依然是一片空白 这只能证明 他还不到时间知晓答案 祖神更没资格 是晚辈唐突了 祖神善笑道 晚辈还有一个问题 想向阁主请教 他想了想 又问道 无相道境之上的境界 究竟是怎么命名 无相道境之上 封道人眸子异议 天机阁的规矩 你是知道的 叶旭孝道 不知需要多少宝贝 祖神问道 留下你的本命法宝 其余的东西 都交出来吧 叶旭道 祖神嘴角抽搐 真嘿 阁主 一个名字而已 祖神还想讲价 叶旭似笑非笑 那就免谈 他掌握着主动权 不怕祖神不服软 祖神紧紧皱着眉头 权衡利弊 好 祖神一咬牙 法宝其出 足足有十二口无相之宝 每一口法宝 都在无相道境 十八重天之上 除此之外 仙猪 仙根 更有种种仙精神料 大部分来自于 开天辟地之初 乃是天地孕育而生 他父的流游 元宝眼禅不已 恨只恨我 晚生了几个纪元 否则这些宝贝 全是我的 真肥啊 风道人也冒绿光 也许笑容满面 一个祖神 就顶得上既无古神 大黑天邪神 和私命古神等人 不愧是万神之祖 神道的起源 他大秀一挥 宝物全部收入囊中 一转眼 变成穷光弹 祖神心都在滴血 无相道境三十六重 助练三十六天宫 最后一步 须得让元神跨越 三十六重无相天宫 一重一劫 历经三十六劫 便可登天飞仙 夜许悠悠道 这个境界 称之为飞天 哄 众人震撼万分 飞天 祖神咀嚼着这两个字 目光炽热 夜许的这一句话 不但透露出下一个境界 更是将修炼之法 也告诉了他 也算有良心 但不多 可惜 祖神摇头轻叹 道兄 有何可惜 盘窑皱眉道 纵然知晓下一个境界 纵然有能力 踏足下一个境界 在下也不敢 晋升飞天之境 无法飞天 祖神目光沉重 九百六十六玄黄大千剑 道兄 这是为何 盘窑惊差万分 明明有晋升飞天之境的本事 却不能晋升 莫非 背后有何隐情 他百思难捡 我的诞生地 孕育着一朵万道金莲 凝聚神道万法 祖神眸光深邃 但寒有人知 在昆仑须之下 内藏一方时空洞天 那一座时空洞天 连接着另一座世界 玄黄大千剑 刷 盘窑震撼无比 难怪昆仑出世时 我曾感应到另一种气息 元宝恍然大悟 原来那是另一个世界的气息 祖神点头 道 这几个纪元 我的本体 几乎一直在闭关修炼 但在玄黄大千剑 却凝聚有一道分身 那座世界的历史 远比神话世界悠久 蕴藏着众多飞生地 飞生地 盘窑不解其意 道兄 你能不能说得清楚一点 我在玄黄大千剑游历许久 也知晓了许多事 所谓飞生地 就是无相道境的修行者 晋升到飞天之境 便会降下天节 一旦渡过天节 就有接引仙光降临 原本 他不知道下一个境界的名称 但从叶絮口中 他知晓了飞天之境的存在 祖神望向了叶絮 从始至终 他都认为 叶絮是天界坠入凡间的无上存在 因此 他称叶絮为天师 IQ-Epsilon G-Epsilon TV 摄氏度O-Mu 既然修炼到飞天境 便能飞生天界 那你为何停留在无相道境 谭瑶难以理解祖神的行为 错了 祖神摇头 道 玄皇大千界的飞生地 全都破碎不堪 那些飞生者 在玄皇先宗的史书中记载中 都没有成功 他们晋升飞天境的那一刻 天节降临 立即被震杀 也有飞生者精心准备 但天节威力 却无比恐怖 没有人能度过天节 众人神色凛然 古语有云 上天有好生之德 若能飞生天界 那为何会是一条必死之路 祖神面色悲戚道 没有哪一个修行者 不想登陵巅峰 先天神圣亦然 道兄 这座世界的历史有多久 盘瑶问道 二十一个纪元 祖神陈生道 那玄皇先宗 已存在了十六个纪元 在玄皇先宗的历史中 曾经有诸多飞生者 飞生天界 然而 从六个纪元前 偌大的玄皇大千界 一个都没有 一个都没有 祖神惨笑 天节的威力 暴增了十倍 数十倍 乃至是百倍 哪怕是修炼到飞天境 也无法飞生天界 刷 众人头皮发麻 这才是根本 封道人目光睿智 天节的威力 不可能凭空暴涨百倍 其中必然藏着隐情 他一颗心砰砰跳 极为亢奋 原来 神话世界并非终点 修行 本来就永无止境 嘿嘿嘿 封道人笑容协议 六个纪元前 盘瑶的目光 悄悄撇向了叶旭 师公坠入凡间 似乎就是六个纪元之前 叶旭 也感应到盘瑶的目光 他老神在在 心头却也忍不住猜想 天节的力量突然暴涨 导致无人扛得住 不会与自己有关系吧 阁主 您无所不知 想必也清楚来龙去脉吧 祖神满怀期待 你不够阁 叶旭淡淡道 而且 你没钱 祖神心脏抽搐 他六个纪元积蓄的宝贝 都被叶旭掏空了 一百零八无相 果然不止 是一个神话事件 叶旭心道 也不知道 开启金关 能不能取回我的记忆 天剑 他眼神深远 天也奈何不得我 那是天界的天吗 叶旭心头涌出 一个又一个疑问 我赢了 但却坠入了凡间 这又隐藏着多少秘密 他想不到 唯一的希望 是金关 叶旭的眼神逐渐坚定 道兄 你一生修行 为的就是突破智骨 超越先天神圣的极限 晋升飞天境 盘摇道 现在 唯有阁主能助你 祖神身躯危阵 你没得选择 盘摇道 确实 叶旭笑了笑 你若是不臣服于我 终其一生 也只会被困于神话世界 属下拜见阁主 祖神跪在地上 好 叶旭点头 道 是时候一统神话世界了 祖神 太号 纪乌 大黑天邪神等人 都已臣服天机阁 一统神话世界 对他如同是探囊取物 毕竟 想要凑齐一百零八无相之力 需要统筹资源 阁主 元魔 祖神顿了顿 道 我与他 虽是对立而生 但在天地未僻之时 他得到了一股力量 实力在我之上 他哪怕没有达到飞天境 恐怕也不会弱 怎么可能 盘瑶难以置信 尚未晋升飞天之境 便拥有媲美飞天境的力量 滑天下之打击 怎么不可能 叶旭淡淡道 我坠入神话世界后 坏血凝聚成渊 血液中蕴藏的腐朽力量 连我的肉身都能破坏 so 盘瑶瞳孔皱缩 自己怎么忘了这一场 正是那一股力量 迫使叶旭舍弃肉身 转世轮回 阁主所言甚是 祖神功为道 您来自于天界 那力量能伤害您 必然极为可怖 若能参悟一丝一毫 便受用无穷 只是 属下已有三个纪元 不曾见到他 也不知道他的下落 他复活了藏天魔龙 此时应该在神话世界 盘瑶道 叶旭不以为意 他的力量 凌驾于神话世界之上 区区一个元魔之祖 也翻不起多大的浪 还有一事 祖神神色一动 道 玄弱道友 进入了玄黄大千界 嗯 叶旭眉头微微促起 盘瑶道 难怪我进入昆仑 没有遇到他 他还是太心急了 叶旭心道 玄弱曾与自己 约定三个月时间 他一直在为自己准备 处理琐事 进入玄黄大千界 必然也是为了他 老板 在另一个世界 我是不是帮不上忙了 元宝苦恼道 他只是神话世界的天道 跟在神话世界 你是我久世布局 最重要的一环 叶旭倾笑一声 最终 需要你来完成 最重要的一步 真的 元宝浑身金光大放 惊喜万分 叶旭汗手 师公 我们何时着手 一统神话事件 盘瑶迫不及待 等一等 叶旭不及不徐 万事兄弟的事情 尚未解决 这两人的无相之宝 来历不明 他须得弄清楚 二人幕后之人 以及意图 风不时的灵剑 也是一个谜 还有一个宿命道人 下落成谜 在此之前 我还得再做一件事 叶旭神色冷冽 踩了私命骨神 967我要你的命 元宝 叶旭换道 在 元宝兴致勃勃勃 老板 我立刻为您活捉 私命骨神 掃 他消失在天机阁 众因德国 私命道友受益于阁主 也终将死在阁主的手上 祖神摇头探到 私命骨神的一档子烂事 他十分清楚 活盖 盘瑶鸡笑道 诸位 闲着也是闲着 我请大家看一出戏 叶旭伸手在虚空一幅 虚空泛起连衣 浮现出一幅画面 画质清晰 那是一座古老洞天 生命精气浓郁 却没有一丝生命迹象 动天之中 空空荡荡 这小子自诩私命 却汲取天地生气 奉养自身 盘瑶冷笑 如私命骨神这等生命之神 自私自利 死不足惜 可恶 私命骨神暴跳如雷 本座辛辛苦苦 蕴养六个纪元的私命神木 就这么被天机阁主夺走 他怒火中烧 强取豪夺 得不配位 IQ Epsilon G Epsilon TV 摄氏度欧米尔 私命骨神一边怒骂 一边走入宫殿 殿中 一男一女两名道童 正围着一座丹炉 看火炼丹 参见老燕 二人倒头便败 滚 私命骨神一脚踹飞二人 叶旭眯起眼睛 这一脚 似曾相识 两名道童匐匐在地上 瑟瑟发抖 可恶 私命骨神无能狂怒 指天骂道 你若真的无敌 又怎么会重创 肉身又怎么可能死亡 假的 全是假的 我的私命神木 私命骨神无比悲伤 放肆 忽然 天雷乍响 一尊顶天立地的元宝巨人 闯入洞天 他四度这一层金漆 一看就富贵逼人 私命小儿 你敢非有家老板 死一万次都不会过 元宝怒吼道 天威降临 两个单同恐惧万分 误会 私命骨神180度极限换脸 笑容灿烂 没有阁主 我现在与藏天魔龙 只怕是一个级别 我感激阁主都来不及 休得狡辩 元宝冷哼 奉老板命令 活着私命小儿 回天机阁受审 还不束手就擒 刷 私命骨神神情骇然 道兄 我一身家当 包括私命神木 都交了 只剩下这一条性命 难道阁主要我死吗 他满腹疑惑 泰山之巅 也许明明已经放过他 怎么又要事后问罪 要你死 你也得死 元宝不再废话 他猛然一息 生命精气入腹 化作生命之火燃烧 元宝的气势暴涨 抡起拳头 天道神闻浮现 轰隆 拳头捣乱了虚空 轰向私命骨神 其人太甚 私命骨神咬牙切齿 食指结硬 凝聚成一方结界 硬抗天道 砰 元宝一拳落下 结界崩灭 宫殿化为飞灰 私命骨神被轰飞 但两个单童 却并未受到一丝一毫的伤害 显然是元宝故意留守 私命骨神脸色阴沉 若非天机阁主夺了私命神木 在我的地盘上 也由不得你放肆 元宝不羡 有私命神木 你也不是本天道的对手 死来 哄 他的意念寄托在了天地之中 实力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暴增 瞬间超越了无相道境 三十六重的境界 这一个境界 似乎达到了非天境 似乎又要差一步 私命骨神脸色煞白 天道的实力 那可不是盖的 轰隆隆 元宝融入天地 无尽时空 显化出一道道秩序神练 本源之力凝炼为道文 时空在疯狂地收缩 天地为龙 逃无可逃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私命骨神仰天咆哮 法天向地 生命到火 熊熊燃烧 企图打破天道囚龙 喷喷喷喷喷喷 他竭尽全力 拼命抗衡 祖神默默看着这一幕 缓缓摇头 他得到了夜续传授的法门 至少能一口气度过三十节 而元宝作为天道 实力比他都要强上两分 如果要以修为姑娘 应该是度过了三十六节的 无相道境之强者 距离非天境一步之遥 私命骨神拿头赢 半课中后 元宝显化而出 他一手持着一方囚龙 囚龙之中 私命骨神左冲右撞 如若是一头困兽 无法冲破天道囚龙 菜鸡 元宝耻笑道 爷说与你们不相上下 那只是留一个心眼 让你们放松警惕 你真以为 天道和你开玩笑 道兄 我究竟哪里错了 私命骨神不敢道 砰 元宝一拳轰在私命骨神头上 将他做得鼻青脸肿 冷笑道 你孝敬老板 都不知道孝敬眼 该打 砰砰砰 拳头如雨点 落在私命骨神身上 多少是带点怨气 这天道小心眼 风道人和宁无道面面相去 哄 元宝的步伐突然停下 他回身一拳 砸碎私命骨神的道场 一块块本出神员入眼 足足有上千方 差点忘了 你的窝也有油水 元宝黑黑一笑 一口将本出神员 全部吞入腹中 纵身跃入时空黑洞 回到天机阁 老板 性不辱命 元宝拎着天道囚龙 妖公道 那一千三百方本出神员 就当是你这趟的报酬吧 叶絮淡淡道 他可是 看得一清二楚 哦 元宝又是一拳轰在私命骨神身上 心情舒畅不少 哦 叶絮伸手一招 天道囚龙落在手心 阁主 我对您忠心耿耿 天地可见 您饶我一条命吧 私命骨神头破血流 浑身肿得如猪头一般 盘摇一脸 幸灾乐祸 哎 叶絮叹道 惊落万物声 你弱小之际 到了我第一世的肉身精气 无可厚非 那您为何要杀我 私命骨神迷惑道 时光如梭 岁月悠悠 他一生经历的太多 早已忘了那炫酷的一脚 你还真是贵人多忘事 叶絮笑容冷冽 那我替你回忆一下 无 他一直点入天道囚龙 落在私命骨神的额头上 刹那之间 一段被私命骨神遗忘的记忆浮现出来 那一天 私命骨神将叶絮肉身吸干 志得一满 从今以后 我便是神话世界最顶尖的存在之一 嗯 他忽然皱起眉头 一脸嫌弃地盯着脚下的尸体 真臭 碰 私命骨神一脚踹飞了尸体 没过云间 坠入凡尘 阁主 私命骨神头皮发麻 我错了 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的肉身养育了你 你得之如至宝 却弃之如碧履 最后还要踹上一脚 不杀了你 难解我心头之恨 叶絮悠悠道 阁主 私命骨神一颗心 被恐惧填满 他感到了杀意 我助你达到了巅峰 让你逍遥了六个纪元 如今我也遇到了一个难题 你也帮我一次 我们两清 叶絮脸上露出人畜无害的笑容 阁主尽管吩咐 小人上刀山火海 万死不辞 私命骨神仿佛抓住了 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眼神吸尽 我要你的命 碰 话音落下 私命骨神肉身炸开 一团磅礴的生命精气 落入叶絮掌中 嗖的一声 这团力量落入了金关 另一只羽翼 渐渐化为实体 恍惚之间 仿佛能看到那一对羽翼 在轻轻震动 似要飞天而去 968方词进入阁 祖神轻探 私命骨神的死 是因果循环 这只蚂蚱 成人鱼鹰 却不懂回报 死得好 盘咬冷哼 他早就看不惯 私命骨神的作派 老疯子 叶絮望着风道人 道 你能领悟出金事书 证明你的潜力 还没有耗尽 嘿嘿 阁主过奖 风道人笑道 宁无道 叶絮的目光 又落在宁无道身上 作为自己的弟子 宁无道的存在感 实在是太弱 弟子在 宁无道低头道 盘窑神色有一丝古怪 这小子是阁主弟子 自己岂不是要叫一声诗书 真我彼岸心经的法 你已经领悟得差不多 叶絮道 这是你自己选的路 我也懒得干涉 这一段时间 你就留在天机阁 参悟神通道法 完善自身法 弟子遵命 丫头 你也一起去吧 叶絮一个念头 宁无道凭空消失 落入一方时空 一座座石碑 屹立在天地间 描摸着种种道法 此乃天道时空 元宝所知的一切 都能与宁无道 细细分享 阁主 我等何时进入玄皇大千见 盘窑跃跃欲试 眸子里浮现出战意 等 叶絮淡淡道 时间于他 并无意义 他与玄弱曾定下三月之约 不想玄弱的努力没有成效 是 祖神与盘窑相视一眼 谋中都有几分无奈 他们自然希望越快越好 但也不敢忤逆叶絮 退下吧 叶絮平退众人 属下告退 祖神与盘窑躬身离去 老疯子 交给你一事 叶絮缓缓道 先武学府 有一个名为秦无双的小鬼 与我有一段渊源 你去看一看 封道人神色微动 他修炼之法 名为易经 乃是万经之祖 万法之源 叶絮道 你若能参悟易经道法 想必能更上一层楼 听名字就很牛 封道人眼神极为炽热 揣测道 这一门功法 不会是阁主修炼的功法吧 叶絮淡然一笑 天地万法 皆罚我 老板牛皮 元宝奉承道 阁主 那我溜了 封道人化为一道剑光 遁入了时空深处 作为一个神话修士 他也称得上是高手 叶絮走入天机阁深处 金关悬浮 元宝绕来绕去 不断观察着金关 在神像羽一复苏后 金关六面都有一枚绘色的道纹浮现 六枚道纹 各有不同 这恐怕是天界的文字 元宝难难道 废话 叶絮翻了翻白眼 这一句金关 与他坠入神话世界 蕴藏的道纹 绘色难懂 闻所未闻 十有八九是来自于天界 老板 金关里埋葬的是何人 元宝好奇道 谁告诉你 棺材里装的一定是人 叶絮悠悠道 难道是鬼 元宝面如白纸 叶絮眼角肌肉抽搐 堂堂天道 居然会怕鬼 元宝极力辩解 老板 我不怕鬼 我怕的是未知的东西 也许懒得理他 哦 他催动无相天壁 又将祖神的宝贝取出 一同投入金关 哗啦 虚空上 显化出一道阴暈仙光 无相天壁 与无相之宝 先出神经落入仙光 顿时化作一道磅礴力量 注入金关 哦 神像之中 一缕又一缕道纹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复苏 已经有三缕道纹 这一百零八无相 每一个的力量 恐怕都得是藏天魔龙 私命古神那一个级别 叶絮心道 只是 完成了这一个步骤 就能开启金关 金关中蕴藏的力量 就能抗衡百倍天结 叶絮脑海中有诸多疑问 非生天结 针对的是非天境 那百倍天结 威力又该何等恐怖 可惜 坠入神话世界前的记忆 完全被抹去了 叶絮皱眉 不然的话 我便能知晓一切 他望向了元宝 叶絮的眼神之中 蕴藏着一丝难以言喻的神色 元宝抬头看着叶絮 憨吼一笑 老板 你怎么这么看我 我是不是掉色了 元宝狐一道 叶絮无语 他转身走回天机阁 半躺在太师椅上 翻起一本 老板 我通晓一切 写出来的肯定比这好看 元宝大献殷勤 祖星上 不是有一种订阅模式 要不我写一张 你用一方本出神员订阅 脑子转得真快 叶絮称赞道 都是向老板学的 学我者生 伺我者死 叶絮冷笑一声道 赶紧写 一天之内 抄也得给我抄一本出来 那 元宝惊喜不已 没工资 又要马跑 又要马不吃草 元宝委屈万分 乖乖躲到墙角 拿出一只狼嚎毛笔 站着荆漆 奋笔即输 夕阳西下 叶絮走到门口 眺望西方 太阳逐渐坠入地平线 落日余晖笼罩着祖庭世界 难得的安宁祥和 碰 就在此时 一团幽光从天而降 在天机阁下砸出一座大渊 那是一口诡异无比的魔轮 烙印着碎骨之初的文字 气息邪意 急到生死轮 叶絮眉头一动 这是宿命道人的治强法宝 宿命轮盘的一部分 在无相之宝中 也属于极其强大的宝物 阁主 一个劈头散发的人影 飞上大渊 乱蓬蓬的头发 遮住了他的面容 但从声音听得出来 这是方慈敬 请阁主救我 方慈敬冲向天机阁 眼里有光 在他的眼里 叶絮就是他唯一的希望 叶絮皱了皱眉 方慈敬逆转 先天成功 已是神话镜 然而 他的道心 却寄生着一个诡异的生灵 进来吧 叶絮转身 走入天机阁 刷 方慈敬冲入天机阁 瞬间瘫软在地上 似乎在一瞬间 便卸下了所有的心理防备 毕竟 对于顾客而言 天机阁是绝对安全的地方 道友 你也真斗惨的 叶絮摇头道 他看到了方慈敬的经历 秦子渊被东极先翁镇杀 被方慈敬封存于兵关 在他的算计之下 东极先翁被杀 无见古神收入囊中 而后 方慈敬逆转先天 复活秦子渊 与他共享寿元 天地不灭 二人不死 他完成了计划 原本以为 二人能掌相厮守 但诡异的事情 接连不断地发生 他与秦子渊 从第二天开始 便梦到了一个 身躯四分五裂 仿佛死不瞑目一般 死死瞪着二人的恐怖老头 一开始 二人并未在意 但是 怪事越来越多 他修炼之际 道心也被入侵 甚至被童话成老头的思维 差一点 方慈敬走火入魔 秦子渊的共生之旅 也被阻断 他又一次陷入了沉睡 阁主 救救我 方慈敬跪在地上 向叶旭磕头 救救子渊 我愿意付出任何的代价 叶旭面色动容 世间痴情人 他见过太多 前有苏木万事轮回秘义人 又有秦皇洛御图逆天行 复活妻子 现在又来一个方慈敬 道友 天机阁做生意 讲究等价交换 叶旭平静道 我能救你 那你 又能付出多大的代价 这口急到生死轮够不够 方慈敬慌忙道 不够 叶旭摇头 他没有撒谎 须知 急到生死轮中 疑似寄生着宿命老人 这是祖神都甘拜下风的求道者 一口无相之宝 杯水车薪 叶旭怀疑 宿命盘被毁 宿命老人下落成迷 极有可能是 叶旭静有关 否则 难以解释 至强法宝宿命轮盘的毁灭 也无法解释 宿命道人的失踪 那我们只有等死吗 方慈敬惨笑 他好像一只厉鬼 绝望无助 我努力这么久 到头来 也无法改变现状 他神色悲戏 双目无神 老天爷为何要如此残酷地对待我们 PS 下午要停电 都没收到通知 只能先写一张了 晚上再写 969心魔 也罢 也许轻叹一声 急到生死轮归我 我为你消除宿命老人的隐患 刷 方慈敬眸自明义 光芒四射 晚辈扣谢阁主 他磕头如捣钻 轰隆 叶旭一手扣住急到生死轮 神色淡漠 道 我应该称你为宿命老人 还是该叫你一声心魔 节节节 下一刻 急到生死轮上 浮现出一张猙獰的面孔 满脸褶皱 气息邪恶 却飘渺不定 无形无相 一道有 我已经踏出了那一步 天下无敌 心魔大笑道 若真的晋升了非天境 你也不会落得如此下场 被人抛弃的滋味 不好受吧 他一脸怜悯 闭嘴 叶旭这一席话 戳到了心魔的痛处 往事一幕幕 伤心一幕幕 涌上心头 宿命老人的天资 的确前无古人 他领悟到了宿命之道的真谛 乃是神话世界第一个 晋升非天之境的人 叶旭悠悠道 方慈敬如听天书 完全不懂叶旭的意思 心魔神似傲然 仿佛叶旭口中的宿命老人 是他自己 只可惜 他看到了未来一角 内心滋生恐惧 由此衍生出心魔 也许对于一切 都了如指掌 一旁元宝大汗淋漓 他倾尽全力 才回溯出过去 毕竟 未来被封锁 但过去仍可回溯 作为天道 追溯一位大神通者的过往 纵然很艰难 也不是办不到 错 心魔怒吼 我才是他 他只是一个切弱的懦夫 天师 你激怒我了 即到生死轮转动 生死即到的力量爆发 一生一灭 两种极致的力量完美平衡 化作一方生死印 印象叶絮 那我是不是应该害怕 叶絮云淡风轻 反手一扣 生死印破灭 即到生死轮 被他一手镇压 封锁在一座大道囚龙之内 方慈静近位无比 无敌的阁主 在武力方面 永远不会让人失望 元宝 你也别查了 叶絮道 搜魂更快一点 一念之间 叶絮的力量侵蚀心魔 无数信息涌入脑海 原来如此 叶絮解开了疑惑 他掌控着宿命之力 通过这一缕力量 看到未来一角 感应到生死危机 令他恐惧 从而孕育出心魔 神话世界第一天才 当之无愧 夜絮心道 作为一个后天生灵 参悟宿命之妙 晋升非天境 已是前无古人 然而 宿命老人更为果断 生死大恐怖前 他当机立断 兵解自身 他舍弃了非天境的修为 这一份魄力 可谓是极其难得 他剥离了心魔 更是打碎宿命轮盘 以及到生死轮镇压心魔 他的执念 邪念和恶念 壮大了心魔 最终 方慈竟被蛊惑 沦为一个牺牲品 那他在何处 夜絮皱眉 心魔的记忆 在他被封印之后 便与宿命老人再无交集 对于宿命老人的下落 他是一无所知 神话世界 并无宿命老人的踪迹 想来是在别的世界 元宝陈生道 应该是 夜絮汉守 他的目光落在心魔身上 淡淡道 于他而言 你是一个累赘 会影响到他的道徒 因此他舍弃了你 不 我才是货真价实的宿命道人 心魔辩解道 你也封魔了 夜絮淡摩道 方慈竟 这一头心魔 我已经从你身上剥离 夜絮盯着方慈竟 道 没有了即到生死轮 你的先天之身 会有巨大缺陷 阁主 宛辈已经满足了 方慈竟一脸后怕 又庆幸无比 我与紫渊 已完成共生 生当同情 死亦同学 宛辈扣线 动 他重重一个响头刻在地上 那我祝你们 有情人终成眷属 夜絮笑道 两世记忆回归 对待情爱 他也有了自身的思考 如方慈竟 秦子渊二人 心心相应 能长相厮守的人 少之又少 谢谢阁主 方慈竟笑容阳光 那晚辈到此 他走出天机阁 取出一面精致的镜子 对镜整理好形象 便化作了一道流光 飞向了西南方 只不过 他每一次运用法力 生命力都在流逝 神话修士 与天同寿 但共生之术节下 方慈竟与秦子渊 共享受缘 恐怕只有百万年的寿命 一旦动用法力 又会损害受缘 夜絮叹道 老板 凡人受缘 不过百年 元宝不以为然 道 方慈竟能有数十万年受缘 也该知足了 只是 修行一生 最终却为情所累 真不值得 值不值得 只在当事人心里 夜絮道 外人不足为论 天师 我才是真的 心魔依旧在嘶吼 真的假的 与我无关 夜絮道 但留你在人世间 必然还会作恶 因此 留不得你 哄 夜絮一手捏碎心魔 能量被他塞入金关之中 又是一缕道文 闪烁亮起 四缕道文 这宿命老人还真是厉害 竟能感应生死 避过天节 兵节转世 元宝目中闪过一缕一芒 再厉害 也打不破上头的规则 夜絮缓缓道 那是当然 元宝一连产效 规则是留给老板来打破的 这话我爱听 该傻 夜絮大笑 一挥手 一千方本出神员 排列在虚空上 老板大窃 昆仑虚 祖神归来 叩见祖神 这一刻 群山复苏 一头头神兽 一尊尊守护神显化 向祖神叩首 祖神 前些日子 盘古一族的小子 杀入昆仑山 盗走了太初盗中 陆吾古神醒来 告状道 属下与他厮杀三百个回合 不敌落败 您看 指甲都断了 呸 一尊古神面露不屑 祖神 陆吾的实力 怎么可能与盘古一族 族长为敌 一定是在吹牛 哦 陆吾笑容古怪 愤愤道 你察觉盘腰入侵 进不出手阻拦 一定是在公报丝绸 想看我被他活生生打死 含血喷人 祖神揉了揉太阳穴 十分头疼 昆仑山的神 全是不求上进的主 多有丝绸 关键时候 一个都不靠谱 一枚太初倒种 丢了就丢了 祖神风轻云淡 我已臣服天机阁主 而等准备一下 未来将会出世 啊 昆仑诸神一脸猛逼 在天机阁主 手底下办事 你们若依旧是这一副态度 只怕要被杀一锦摆 祖神目光拂过诸神 悠悠道 看来 我得打听一下 天机阁主的喜好 陆吾心道 讨好领导 必须得投其所好 好好准备吧 祖神走向天宫 昆仑诸神 齐齐一改态度 也不见得行礼送别 领导都换了 继续讨好 纯属吃力不讨好 嗡 天宫深处 传来一缕异常的气息 咦 祖神面色微凛 那一股气息 来自于万道金莲 似乎是从玄黄大千界传来 当 突然 一道钟声响起 音波在时空中 泛起一丝丝连衣 传入昆仑须 一个个音符跳跃 似乎是一个又一个文字 排列在虚空 糟了 看到眼前那一行字 祖神面容骤变 970玄黄先宗 祖神面沉如水 那是玄黄先宗传来的信息 玄弱被困 他怎么会被困住 祖神一脸迷惑 玄弱潜入玄黄大千界 无声无息 他在玄黄大千界 也没有仇家 谁会对付他 况且 以玄弱的超强修为 等闲之人也无法奈何他 要不要禀告阁主 祖神陷入了沉思 他在犹豫 玄弱与阁主关系非凡 如果自己能将他救出来 必定能让夜叙好感倍增 增强自己在夜叙心头的分量 但是 能困住玄弱 又岂是异于之辈 败在阁主麾下 不能一切都依靠阁主来解决 他喃喃道 我是万神之祖 须得展现出自身价值 他的目光逐渐坚定 陆无 开明 应召 祖神一声令下 刷 刹那间 昆仑须三道神光降临天宫外 听候祖神号令 以陆无为首 三尊昆仑守护神到来 他们的修为 都在无相道径二十重之上 放在祖庭世界 也算得上是一方巨拨 随我一同前往玄黄大千剑 祖神命令道 玄黄大千剑 陆无 眸子一转 忽然口吐白沫 倒在地上不停抽筋 对于未知的事物 还是不要过多射烈为妙 开明兽剑状 顿时吐出舌头 浑身抽搐 哈哈 你们这两个饭桶 因招落井下石 就凭你们 也配与我齐名 并称昆仑守护神 祖神满头黑线 这群蠢蛋 不愁吃不愁喝 与世隔绝得太久 居然会用如此蠢笨的招数 将他当成傻子戏耍 关乎阁主 由不得你们 天机阁主 陆无一听 立即就精神抖擞 那可是自己的新领导 半点怠慢不得 无等遵从阁主号令 陆无掷地有声 请祖神吩咐 开明兽尴尬尬一笑 躬身道 哄 祖神也懒得与三只咸鱼计较 他催动法力 万道金莲升空 那一条被万道支援镇压的时空 映入眼帘 那是一座桥 花 连通另一个世界的通道 大惊小怪 应招讥笑 祖神的本领 岂是我等能揣测 开明兽心有不安 问道 祖神 我们这一次 前往玄黄大千见 要做何事 营救玄弱 祖神领声道 玄弱 如疯狂摇头 他打过我不止一次 不然我也不会这么弱 祖神 我们与他有私仇 开明兽道 哼 饶式祖神性情温和 也火冒三丈 这些家伙平日里吃住都在昆仑 一到出力的时候 全部缩边边 简直是烂泥 扶不上墙 玄弱与阁主是至交 祖神深吸一气 压下怒意 道 你们若能与我就出玄弱 我便亲自上天及格 为你们请功 须得带我们一起 应招孝道 对对对 开明兽满脸笑容 道 久闻阁主大明 此事半成 我们必须要亲自去拜见他老人家 鹿五点头如灼米 三只咸鱼 在此事上难得达成默契 So 祖神走上世界桥 玄黄大千界高手如云 我这一个层次的修行者 也有双手之术 祖神叮嘱道 进入玄黄大千界 一切听我号令 是 刷 祖神闲听信部 一刻钟后 来到世界桥的尽头 尽头是无边黑暗 黑暗中心却郁郁着一点白芒 那是玄黄大千界的时空坐标 众人飞入了白芒 下一秒 一个崭新的世界入眼 仙山倒悬 星辰浮空 一座座天宫 似建立在云上 好似一方仙境 这就是玄黄大千界 怒无气息交感 神色惊讶 玄黄大千界的灵气浓度 是神话世界的十倍不止 这座世界 似乎没有天道 阴昭目中浮现出一芒 祖神悠悠道 不是每一个世界 都有像阁主一般的折仙 也不是每一个人 都能打造出一个天道 祖神 我们现在去何处 开明寿问道 玄黄先踪 话音落下 祖神引入了时空深处 一炷香之后 四人走出无影虚空 目之所至 乃是一座无边无际的神城 一眼都望不到头 锦绣红尘 繁华顶上 这就是玄黄先踪的大本营 祖神汉手 玄黄先城浩渺无忌 哪怕是一位帝君 终其一生 也飞不到尽头 误 祖神取出一枚紫金仙符 法力化为道火 将紫金仙符点燃 香烟鸟鸟 一缕玄妙的气息 跨越了时空 传入了玄黄先踪 祖神道友 你来了 一个声音 在四人的脑海中响起 陆无 英昭和开明寿悚然 他们完全追寻 不到声音的源头 不必害怕 祖神平静道 这一位是玄黄先踪的 第十八代祖师 也是无相道境巅峰的人物 在玄黄大千界的 绝世强者榜上 名列第七 石道兄 别来无恙 刷 这一刻 一座红桥从玄黄先宫深处 扑舍而至 云征辖位 祖神四人走上红桥 红桥倒卷 回过神来后 四人已经出现在一座先宫 先宫内 一位白眉白发白须白袍的老人 盘坐在蒲团上 目光蕴藏着神魄 先锋倒鼓 一看便知道是世外高人 你们为了那位姑娘而来 池秋白缓缓起身 一个起手 开门见山道 自然 祖神点头 道兄 你那一行字的信息量太少 能否告诉我 玄弱的处境究竟如何 他紧紧皱着眉头 不要担心 池秋白笑了笑 玄弱姑娘修为通天 哪怕在玄黄大千界 也是有数的强者 太荒魔门短时间奈何不了他 太荒魔门干的 祖神冷冷道 太荒魔门乃是魔教大势力 勉强能进入顶流末梢 与玄黄先宗这等超级势力一比 要若一个层次 他们真是活腻了 祖神眸子浮现杀意 道友 太荒魔门的实力 虽然比不上玄黄先宗 但也不可小觑 池秋白目光深邃 就凭你们四人救不了他 我明白 祖神笑了笑 所以 需要请到凶出手 我 池秋白摇头失笑 正派魔门 虽正邪不两立 但太荒魔门 终究是玄黄大千界的势力 我岂能帮助外人 对付他们 使不得 祖神不以为意 他早知道 池秋白不会轻易出手 道兄 异端比异教徒更可恨 祖神倾笑 而且 还有一个理由 你不得不救 说来听听 池秋白眼神一动 道兄也知道 我所在的世界 是一位无敌者打造而成 天地万物 都依照他的规划在发展 祖神悠悠道 玄黄大千界 在超级天节眼神后 已有六个纪元 不曾有人 能够飞升入天界时空 池秋白面色黯然 玄黄仙宗历史悠久 有诸多仙辈飞升 在天界也有人 然而 六个纪元前 超级天节诞生 绝地天通 哪怕是底蕴雄厚 如玄黄仙宗 也无法再联系到上界祖师 至于飞升 更是遥遥无期 终生难忘 池秋白的修为 早已真挚无相道境巅峰 甚至准备度三十六节 但他却不敢度节 只能不断压制修为 他怕死 那一位存在 不举九世 这一世就是结果 祖神寻寻善诱 难道 你不想飞升 无敌者 玄黄大千界也有 池秋白道 但没有一个人 能打破超级天界 你要明白 那是在抗衡天界的规则 更何况 下界的无敌者 在天界 恐怕就是一个小角色 阁主的来历 远超你的想象 祖神眸子一光流转 若是从前 玄黄仙宗 不可能与阁主扯上关系 但在今天 机会到了 此言和解 玄若是阁主 第一世的挚友 祖神道 他为了阁主 一直默默复出 进入玄黄大千界 也是为了阁主 你若助我就玄若 对阁主而言 是一个不小的情分 池秋白眼神闪烁 他心动了 不论天机阁主 是否有能力 打破规则 但能与一位无敌者结交 对玄黄仙宗而言 绝对有利无弊 最重要的是 太荒魔门的实力 也就一般般 也罢 池秋白轻叹一声 看在你我之间 两个纪元的情义份上 老朽便亲自与你 走一趟太荒魔门 将玄若姑娘带回来 多谢道兄 祖神拱手道 他心头也有几分激动 事情一切都按照 他的思路在发展 如果不出意外 未来可期 PS 拿着要跑了一天 这回又累又困 今天就一张吧 目前欠四张 明天一起补上 971开天 池秋白换来一人 那是一名道姑 轻袍玉冠 手持浮沉 弟子参见师祖 道姑起手 道友 这是我宗宗主冷血 池秋白为祖神介绍 又看向道姑 道 徒孙 老夫要去太荒魔门走一遭 若是弃天未归 你便激发此物 物 一缕清光泛起 那是一枚碧玉石 形如皮修 皮修玉石 蕴藏着时空气息 深邃玄妙 尊令 冷血手握玉石 点头称是 祖神皱了皱眉 道兄 一个太荒魔门 也值得你如此慎重 万事总有一个万一 池秋白笑道 我是在以防万一 留一条退路 前辈高见 陆无 开明和英招齐声道 走 池秋白长笑一声 化作一道流光 向极西之地飞去 玄黄大千剑 西江 浩瀚群山绵延如画 与天一线 但在一座神山上 却不断爆发出 恐怖的神通力量 那股力量 荡碎了一座座山 令得万物绝技 生机灭绝 四方天帝 一杆杆振其 封天锁地 镇其飘摇不已 万鬼丝毫 群魔咆哮 将天地染成墨汁 疯狂地攻向一名女子 玄若身处一口金钟下 道文流转 金光大放 万邪不清 数日前 他进入玄黄大千剑 但一出时空通道 便被人追杀 最终逃入了西江 落入了阵法 这一群魔头 似乎早已知晓 世界桥的存在 守株待兔 他就是那一只兔